兄弟兄 ins 新录俄 温宏 弟兄姐妹 专ös平安 温宏 弟兄姐妹 致力平安 。我们大家低头 我们有虔诚的心 向往老 致命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跟踪我 不但听见这样的召唤 也能够顺从这样的召唤 当日你曾经呼唤你的仆人亚伯拉罕 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 你的本族和你的父家 要往我说只是一个地区 你对每一个信任的人 顺利的人 你的召唤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要离开自己的本地 本族和父家 因为你要把我们带到你所要我们去的那地 那又是树林的永远的家乡 永远的产业 你也将你的先知一世啊 你也不坏 你们这些作恶的 你要离开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要离开自己的一年 因为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我的一年 非同你们的一年 你呼唤我们 因为我们过去 是路一样走迷啊 走迷了路 个人偏行极路 当我们听了一个护照 我们再也不会行自己的道路 我们要离开自己的道路 来走跟随你的道路 因为你是这样的护照我们 这个护照把我们从事业当中分辨出来 我们走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道路 就是你的道路 你说我又是道路 若不见着没人到父那里去 你的道路不是替他肉体的道路 而是替他神的道路 不是求自己好处的道路 而是让神得到完全荣耀的道路 不是满足这一道路 而是舍弃这一道路 因为你走的是这样的道路 主啊 今天 我们这一 你从事业当中 这个县个被扭的事业当中 呼召出这样的人 尽管这些小小的队伍 但是这是你与我为同在的 一个小小的队伍啊 是充满信仪的道路 是虽然呆地 却与三亿整群联合的 一群人 一群道路 这又是你的教会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把我们分别出来 求你说明 凡事与别人不同 主啊 让我们从你的外外 都能够分别出来 当初你呼召你的门徒 就说来跟随我 他们就撇下了 立刻撇下了所有来跟随你 但要我们也能够像赞美石 所唱的 那祷告的 耶稣我以夫妻释迦 撇下所有随你心啊 愿受极憾 困憑力气 挨住贯彻我众生 谢谢你 说明 主啊 要有每一个人 让你知道我们是跟随你的人 不是跟随世界的人 不是随从今生的分数 放松入体的情欲 随着入体和心中所小去行 不是我们愿意分别出来 神也把我们分别出来 我们听见了福和救助的召唤 来跟随我 你为我们舍弃 你为我们舍弃 也求你给我们一颗这样的心 感动我们愿意为你舍弃 主啊 你为我们舍弃你的自己和自己的一切 为了让我们得着你和你的一切 我们也愿意舍弃自己和自己的一切 为了让你得着我们和我们的一切 当你这样舍弃的时候 我们不是舍弃而是得着 我们舍弃的是自己得着的是基督 舍弃的是外面 得着是里面的 舍弃的是暂时的得着是永远的 舍弃的是树体 得着是树灵的 舍弃的专业成功的得着是永不衰惨的 当我们把自己的有限的完全放弃的时候 得着的是你和你的一切 主啊 我们和你的关系就是一种彼此舍弃 彼此奉献 彼此奉献 彼此得着 彼此合一的关系 万一不但在舍弃的道路上与你和你 不但得舍弃自己得着自己 舍弃自己得着基督的 这么一种道路来与你 捉揍你的道路 这是好像是一条死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 是一条逾转的道路 但是这真是你的智慧 这真是一条做生命的道路 这真是你为我们 你带领我们走的是你的道路 你的乱落总比人强壮 你的愚着总比人智慧 谢谢你也求你上面都能够答应你的呼唤 主啊都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 谁有一颗爱主的像玛利亚那样单纯 世上一切不爱不轻 只爱耶稣一人 直到今天主还在寻找体贴主心的人 不得我们能够对你说主啊不用再照了 我愿意算一个体贴你心的人 你的朋友保障上别人都求自己的意思 都求自己的事情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 但我们愿意你在这里得着一批 能够以你的行为心 以你的守恶念的人 谢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放下自己 让你来做我们的主 让你以你完全的权柄 来管理我们的全部 管理我们的心思念 管理我们的一样一心 管理我们的道路 管理我们的人生 直到见你面对这次 神明凡是在你的管理之下 能够行走得胜的道路 行走分别为胜的道路 使你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谢谢你 主啊是我们成为一个 与过去不一样的人 与别人不一样的人 与世界不一样的人 那都是自从你拣选了我们 只从你把我们从迷路上寻回来 谢谢你 我们把前面的交通 恭敬向你教他一样 不愧地祷告 奉耶稣命求 阿们 今天我们读了好多的经文 我认为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合一 一幅说书第第四章 刚才读了一字三节 那里是保罗在建里给一幅说教会写的信 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着 蒙着就是蒙神奸选了 既然蒙着 过去没有蒙着 现在蒙着了 过去没有醒着 现在醒了 那既然蒙着呢 那就得心出了样子了 那就得有改变了 那蒙着不蒙着都一样 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还叫蒙着吗 说我为主被求的 他是为主作家 在建里还是观醒教会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说既然蒙着 既然蒙着 那怎么与蒙着能给你想成啊 行事为人 就当于蒙着的恩典相成 蒙着恩典呢 就得像个蒙着恩典的人 行事为人啊 就得和过去不一样 总不一样 要和你得到得救的恩典 得到神的救 和的恩典相成 是不相成 就当于蒙着的恩典相成 怎么想成法 相当于说 要凡事谦虚 温柔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和平彼此凉了 接力 保守 神能说辞 而为的行 相当于说 神其知无一个 神能知无一个 正如我们蒙着 同无一个指望 一主一心一喜 等等等等 我们个人蒙着 都是按着 他两个我们的恩典 路径上说记 说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落了臭地 将各样的恩典 我们刚才说蒙着的 有点想成啊 我们个人蒙人啊 我们个人蒙人都是做着 祝福的两个爱的恩典 就像 就路径那样说记 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落落了臭地 将各样恩典赏赏给人 什么恩典 它说刺得有石头 有县指 有传分的 有牧师和教室 是,为要成全神徒格紧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什么叫基督的身体啊? 神要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一群人啊,是神从世界当中找到一群人。 但是这里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教会的工作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身体只有一个,整个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建立基督的身体,主要的是我们讲合意,教会的合意。 首先,我给大家交代一下。 有的说明讲合意啊,用的不大恰当。 哎呀,要追求合意。 要好好地合意,怎么样。 从给力上来讲,这些话,这些话都不一定对。 那么你说要彼此想念这个合意。 你说要追求合意这个话,可能就不太明白了。 那么你对什么人都可以爱。 但是你不能对什么人都可以讲合意。 那么今天教会是个奥密。 奥密说明这么多人在基督的是一个身体。 这是一个,保罗也讲到的是,就像基督和教会。 基督和教会就像夫妻一样。 那里也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里提到了,这是极大的奥密。 教会是基督的奥密。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这么多人,这怎么叫身体啊? 基督的身体是奥密。 那么,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吧。 第一点呢,我们说上帝啊,是圣佛、圣子、圣灵三为一体的, 独一的真身。 三二五个一个本体。 三二五个一个本体啊,它怎么会三为一体呢? 那就是,在生命中是合意的。 在爱的,在爱中,在生命中是合意的。 那么上帝是三为一体的, 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呢,都不能背过他自己。 所以当初神闯到了万有, 那么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合下的。 人和人的关系是合下的。 人和万有的关系是合下的。 当初的伊甸园的没,就没在这里。 一切都是合下的。 但是,身上还有一个臭地,那就是撒旦。 臭地是对头啊,神越满意,魔鬼越生气。 那么神越看着好,魔鬼越想破坏。 所以魔鬼啊,他要破坏这种合下。 用什么来破坏? 就只能夹着罪来破坏。 那么这种,这种破坏就是, 魔鬼夹着引诱人犯罪,夹着罪。 这个罪就成了一个隔断的枪。 那么引着罪连过, 人和神失去了正确的关系。 人和人也失去了和谐的关系。 人和万有也失去了那种和谐的关系。 天起了凉凡。 整个的大自然,都不想过去。 地狱因着人的言故受了咒诅。 受到植物也受到连锐。 我们看到了,这整个的这一切。 这什么造成的呢? 是撒旦造成的,是罪造成的。 那么,这样就了结了吗? 绝对不是。 那么,神绝对不会让撒旦当成。 所以神要败坏撒旦的作为。 要拯救罪人,要拯救万有。 那么,他借着他儿子祷成肉神, 借着十字架上的丝, 摧毁了中间隔断的枪。 因应着基督的牺牲, 人和神恢复了正确的关系。 人和人恢复了和好的关系。 那么,人对于神所团复这个世界, 那么要恢复了人不再需要。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无人和毁坏, 这是神不喜欢的。 你要爱护神所造的一草一木。 人神教育让你管理的, 不是让你毁坏的。 当你毁坏万有的时候, 本来万有都为人消灭, 结果万有受到毁坏的时候, 人又破坏了自己这个神所预复的美好的家园。 这样就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上帝本身是在爱中和异的。 在生命中和异的。 那么他所做的一切, 他所做的都是在爱中和异的。 和谐的。 那么这里撒旦, 戒了罪, 破坏了中和异。 我们看到世界就充满了纷争, 充满了不和, 充满了不和谐,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人都要讲相爱, 人只要讲团结, 你不管怎么讲, 人也不愿意分争, 但是你讲为讲, 但是世界和各种各的这些察觉, 这些问题太多了。 民族有民族矛盾, 国际有国际矛盾, 人和人之间的脾气不一样是矛盾。 家庭情况全部不一样, 地位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文化不一样, 各种习惯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问题是, 人啊, 你想, 能够彼此和我, 彼此和我, 彼此和我, 这些东西, 人的这种自我, 这种骄傲, 这种东西, 哎呀, 怎样个性。 个性, 人有了罪之后, 带着罪去。 怎样个性, 哎呀, 将强调这些东西。 那我们看到这些, 这些都是和神的心情背道而驰。 我们看到, 宗教应该和一些, 宗教的矛盾比任何矛盾都大。 别的矛盾都能将这儿, 宗教的矛盾它不能将这儿。 别的东西它是利益, 政治的矛盾它能够利益平衡。 宗教你不能用利益平衡。 他一说, 我以为神让我这个样, 谁都说不掉。 除了神大, 又是太大, 别人都不, 他这个总装作的, 他一说, 不让我这个, 神让我这个样, 你就没法帮他了。 他说, 我这, 那神还赶上神大了, 你这, 你这个, 你这个, 心一教是这样, 一教, 他为什么, 为什么, 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他保住了, 因为他这么信仰, 他说, 他也说上帝的, 他说, 他说,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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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大了。 他说, 你怎么这样不合理啊? 那, 那你又不是神, 你有神这个水平吗? 你看着不合理就对了, 因为你是个人, 神的, 神的想法你都知道了吗? 他说, 一句话, 他就, 他就, 一句话, 神了他这个样, 一句话。 那, 新耶稣都操论是这样, 都操论是这样, 他就说, 神了他这个样, 你谁也帮助不了他。 他说, 那些都操论的, 你看, 他说, 神了他这个样, 谁都, 谁都不听, 谁都帮助不了。 这样呢, 就等于是要在他那个心目当中, 除了神, 那都是太大的。 他只听神的, 除了神谁都不听。 那么, 但是, 你自己看这样的人, 他不一定是, 他对权威是这样, 但是他对别人是有权威的。 他不听别人的, 但是别人都得听他的。 因为什么呢? 他是神的代表, 我说出话的, 就是, 神了我这个样, 你们都听我的。 别人说, 神没让我这样, 神让我这样。 他不听别人的, 就用神的话, 神没让我这样。 让别人听的, 就是, 神告诉我的。 这都是一些问题。 所以, 今天, 那么, 今天, 真正认识基督, 他就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 真正在, 我说的是这个宗教, 我不是说在基督里, 我说宗教是, 我刚才说的是宗教带来的矛盾, 不是说基督带来的矛盾。 宗教带来的矛盾, 他可能一味是神, 实际上他是错过的。 不是在基督里, 整个的违背神的执意, 违背整个的圆子, 违背神的心。 那么, 今天, 基督来了, 摧毁了中断的枪, 那改断的枪, 人和神和也, 人和人和好了。 不管他长王迪照,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脾气,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哎呀, 什么样的不通, 民族不通, 习惯不通, 文化不通, 在基督里都成了, 不但是一家人, 是一个身体。 这是短靠的一件事情。 那么, 现在神的救赎, 接着主要所撑毁了中断的枪, 今天, 在基督里蒙面的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 那么, 接着他这是开始。 那么, 神还要接着他的救赎呢, 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 天上, 地下, 一切所有的, 都在他里面, 啊, 同归于,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督。 啊, 看到没有啊, 这样整个的来说, 七路神窗到晚游, 都是和谐的, 那么魔鬼很生气, 见得最破坏。 那么, 所有的都失去了和谐。 有一些, 假的, 一些错误的道路啊, 他也是, 打着树林的旗号呢, 打着神的旗号呢, 打着神的名义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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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离主的身体吧, 实际上, 一定一段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加着十字架的救恩, 啊, 抽一条中央高端的枪, 人一的得救, 人一和神一和好, 人一和人一和好, 那一切的不合一, 不合下, 那么一些都是, 啊, 都是罪, 那么在基督里, 靠着圣灵这一些东西。 啊, 对, 我团理这些, 这一些。 那么, 那么, 这些人得救到最后呢, 是天, 现在, 现在这些人, 一个是和神一和好, 一个是人一和人一和好, 一个是在主里面合一, 一个是要爱众人, 爱仇敌。 啊, 基督徒, 基督徒为什么要爱仇敌啊, 为什么要忍耐, 为什么要前辈啊, 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啊, 那在基督以外, 少的都不合一。 那么, 经常一个蒙音得救的人, 怎么知道神的儿女啊, 余神一和好了, 啊, 我们彼此和好了, 彼此, 不是和好了, 成为, 成为在基督, 什么脾气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 什么习惯不一样, 又是, 又是这个, 啊,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地位高, 地位高, 在基督里,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的, 不管他是犹太人, 希腊人, 是西谷提人, 是聪明人, 与主人, 唯有基督是包括我一切的, 在基督里, 都炼为一生。 这是教会, 这是神的教会, 教会是主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教会做主的工作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各种各地不同的人, 要成为一家人, 成为一个人, 就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跟你说, 这个你要, 所以你知道整个的原则, 你要知道, 你就能认清, 撒旦他本身, 从一开始就是做这种工作。 那么经常说的, 不合意的, 不合适的东西, 背后啊都是罪, 不是利徒的罪行, 最后是罪行后面是撒旦的工作。 神真是这样的, 一定要, 你只要明白神的职业, 你就能够分辨证价, 分辨错队, 分辨能够分辨是非。 神要说, 神明能够在知识港的建设, 要端而入到, 神明能够分辨是非, 做成熟过的。 正而我们看到, 神拯救的最后, 人和神和好, 人和人在基督成为一生, 基督托你对人和人要爱, 对任何人也不要计较, 对任何人也要谦卑, 对处的要爱, 对任何的人, 自觉你凡是要谦虚, 凡是要人的, 凡是要爱, 你要爱那些亡人的, 作恶的, 和得罪的, 基督说要你的处的, 为你的处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了。 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做一个, 这样呢, 基督福音是很好的福音, 和神很好的福音, 是爱的福音, 任何人很好的福音, 那么教会是个爱团契, 爱的是一切的, 一个心的一个教终, 基督人是一切的,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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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 神, 神, 这个, 整个, 宇宙计划的, 这个救命的, 那么显示, 从我们的蒙尼得住人, 将来到日期满足的时候, 天上, 地上, 一切手都在基里面, 同归于, 我们也在祂里面到了基, 看到没有? 神当初创造是和谐的, 最破坏了, 神拯救到目的, 神今天, 接着耶稣的信息, 撤回了隔断的墙, 任何神也好, 任何人也好, 任何主里面的, 是一体的, 对死, 和你见方邻居, 对不信的人要爱, 要凡事,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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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耶稣基督救恩的功劳, 天上, 地下, 一切所有的, 在祂里面同归于, 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因。 这样, 这样我们知道, 神的道路,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计划, 这样我们给大家这样讲。 那刚才为什么说, 这个, 要追求合义啊, 这一会儿不强道你, 你爱人啊, 这可以, 这个合义, 它真一定不能乱用。 圣经上两次提到了合义, 一次是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了, 在圆海分离十七段, 主耶稣和门徒分离的祷告。 耶稣说, 神父啊, 从以后我不在世界上, 他们却在世界上。 求你保守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 这个, 这是, 给大家想一想, 两次提到合义, 圣经上两次讲合义, 一个是圆海分离十七段, 主耶稣所谓的民徒祷告。 再一个就是, 一佛说出第四了, 保罗得见的, 全民徒合义。 就是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讲合义都是讲保守, 而不是讲, 怎么样, 让你追求合义, 怎么样变成合义, 不是, 让你, 那里, 那个保守啊, 主耶稣的祷告是求天父保守。 保罗得分一分, 是让你自己保守。 那么天父保守的是合义, 神徒保守的不是合义, 是合而为义的行。 神徒保守的是合而为义的行。 那么既然是保守, 那么这就是原来就有的。 大家想一想, 既然说保守, 是不是原来就有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啊? 那, 如果原来没有的话, 过去是根本没这个事, 那么那就不要保守了。 那么这个既然是保守, 那是原来就有的。 原来就有的, 那么需要什么呢? 需要保守。 为什么要保守啊? 因为有破坏的。 那么有破坏的, 他就需要保守了。 主耶稣为门徒祷告, 他为什么要祷告, 他神父啊, 他耶稣只要离开门徒了。 耶稣说, 从以后啊, 我不在世界上。 从以后我要, 耶稣要升天了, 他以后我不在世界上。 但是耶稣的门徒说, 他们却在世界上。 他说, 我和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 在一起的时候, 我护卫了他们。 他们中间, 除了那灭亡之子之外, 没有一个灭亡的。 那么主耶稣护卫看来是, 耶稣说, 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护卫了他们。 护卫他们是不是全都护卫啊? 不是。 除了灭亡之子, 不在他的护卫之内, 除了灭亡之子之外, 其他的人啊, 没有一个是灭亡的。 没有一个灭亡的。 那什么呢? 那又是因为耶稣说, 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护卫了他们。 那么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有耶稣的护卫。 耶稣要升天了。 耶稣说, 从以后我不在世界上。 但是他们却在世界上。 他们却在世界上, 那怎么办呢? 他说, 求你啊, 求天父啊, 你保守他们。 保守他们, 怎么叫蒙神保守啊? 蒙神保守的, 蒙神保守的特点啊, 就是合而为以。 你看到, 这个教会蒙神保守的特点啊, 就是合以。 如果这个教会不合以, 这就跑到神的保守之外。 一开始, 神是三为一切的, 神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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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内容和弦的, 那只有撒旦是破坏的, 破坏和异的。 那么教会是一些本来都是一些不悔的罪人, 什么人都有, 什么的罪人都有。 不要以为是, 今天堂的都是好人哈。 我跟你说, 今天堂的人啊, 和夏季的人啊, 干的事都差不多的。 你不信你上天堂为民的, 你到天堂为民, 这里有啥人犯了, 我大卫又出来, 我就审。 有犯下人, 大卫说, 我也干个这事。 我跟你说, 夏季的人啊, 和上天堂的人啊, 犯的罪都差不多的。 是不是, 沙大双? 我们这些人, 不信主的那些事, 我们这些人都没犯过吗? 都犯过。 那么今天上天, 他就说明我们好吗? 不是好。 那夏季的人啊, 夏季的人就是一条嘴没解决。 就是和神和好, 没有引着耶稣的宝宣, 和神和好。 就是啊, 没有隐形成义, 隐形成义就是隐形, 隐着耶稣十字架上, 撤回了中央隔断的墙, 人和神和好, 就全是这一个事。 其他的, 我告诉你, 其他的行为啊, 都一样。 我们也就别感觉着, 哎呀, 你什么了不起吧? 不是啊, 那么上天堂就是一个事, 就是引着耶稣十字架, 撤回了和神这样的隐形, 和神和好了。 那我们说, 传的福音是爱的福音, 是饶舍的福音, 是和好的福音。 所以啊, 福音说到之处, 都是内的福音, 是和好。 那么教会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呢, 肯定是这个教会有了大问题了, 走错路了。 我们往下, 这我们不通给面上说, 你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主要说, 主要说, 为门徒祷告, 他说, 为什么求神报, 是因为破坏的。 当初神创造的万有都是和谐的魔鬼破坏。 现在主要所得牺牲, 现在魔鬼的最要攻击就是神的教会, 最要破坏就是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这种。 那你想一想, 只有教会是属于神的, 是在地上一个天上的团体。 我跟你说, 越是一个属于神的人啊, 如果没有反对你的, 那你这个问题, 那就有问题, 有文号了。 那么今天你是属于神的人, 你今天魔鬼不可能不攻击你, 一个属于神的团体。 在伊甸园里, 人也没去招惹魔鬼的, 是魔鬼主动的来的。 亚当想我们一起主动去找魔鬼的, 魔鬼一看, 魔鬼就偷偷摸摸地进来了。 神说不让他吃过, 他想没办法引诱着他, 这么说那么说就让他吃了, 就这样。 今天你耍呀, 像是对什么, 我跟你说, 不是你去找他的, 魔鬼他千万别借的, 是这样, 你要小心, 一定要知道。 那为什么要保守啊? 就是有破坏才保守了, 没有破坏才保守嘛。 那么, 教会合一合一到什么程度呢? 耶稣说, 正如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教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的合一。 看到没有啊, 耶稣说, 求你保守他们, 使他们完完全的合一。 不是打正合一, 是完全的合一。 完全的合一, 像什么呢? 耶稣对天父说话, 就像我们合一一样。 注意到没有啊? 建立基督的身体, 你知道, 教会最大的问题。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就是, 许多不同的人在基督里成为医生啊。 一会儿我们圣残, 圣残,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经常零圣残? 零圣残就是, 我们人夺是一个身体, 提醒我们是一个身体, 要不然这样教会吗? 那么多人, 他生儿的人都有, 称一个身体, 称一个人, 称一个心, 称一个, 那这个问题, 这不是人能做的, 这是神的作为, 这更是我们要破坏各种各样的规矩, 各种各样的规矩。 那么看到这个合意的标准, 看到没有啊? 今后, 我们在主里面, 你别说, 别说忽略合意, 你就是真正, 那么在主里面, 你追求, 你要知道, 合意的标准是什么呢? 合意的标准, 主耶稣与天父说话, 求你保守他们, 使他们万万全全的合意, 像我们合意一样。 耶稣和天父说话, 就像耶稣和天父那么合意。 圣佛圣的圣灵三位, 怎么一体合意呢? 圣灵虽然人多, 就像父子圣灵那样合意。 就像父子圣灵那样合意。 就像, 那么你今天, 你唱赞美诗,你唱赞美天父也好,唱赞美耶稣也好, 你没有这种担心吧,我赞美耶稣做了,天父才不高兴。 我赞美天父做了,耶稣才不高兴。 我为你上面留学,你怎么赞美其别人来了? 有这样的想法吗?这都是罪人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在圣父圣子,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好像不应该这么说, 我这种比方不尽体。 但是我让大明白、让教会儿为所,也许想圣父、圣子的设计儿为所。 我刚才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 让你知道,父母教完完全的祥一遥是一个身体。 今天在基督成为一生,我们这么多人怎么成为一个身体,是因为我们的人是主用身体换来的。 身体换来的,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他怎么成为一个身体呢? 刚才我们唱的是复活救助召唤。 耶稣死了身体,就是身体死了。 那么现在我们成为活生生的人,成为主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复活之后的身体。 这里不是你身体的问题,而是里面充满了基督复活的生命。 这个教会是一个生命团体。 这个生命团体的这种生命的特征,就是死而复活的一种特征。 是想自己死,你什么时候想自己死,什么时候想生活。 那么你与基督,你今天负责圣灵是合一的,现在你不要说和负责圣灵是合一的。 就像福在我里面,我在福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使他们完全合一。 耶稣说,就像耶稣和天父圣灵在我们一起合一一样,使他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完全合一。 这样呢,圣父圣子圣灵是一切的,我们和基督是一切的。 那我们因着基督呢,和神是在我们的圣灵和基督又藏在神里面。 这是上帝整个的救命的目标,救命的作为。 就是,接着基督的牺牲,说明我们这些人是死的罪中,耶稣在身体中替你死了。 今天你就是基督的身体。 那么基督復活,基督的復活就是教会。 基督復活,当然基督的身体復活了。 他的復活那就是,所以教会传福音就是传的復活之道。 传的基督从此的復活。 传基督復活,我们传,那么基督从怎么连于基督啊? 基督復活就是,就是看自己与众同灵十字架。 是与众同死同祸。 就是这样。 上一次我们讲了三件事,上一个礼拜我们讲了三件事。 第一个,我们罗求在基督称语说人物是罪人。 我们想要自己改,改不了。 那怎么得救啊?神要救你,不用改了。 罗求在基督,改不了不用改。 不用改。 带着最低的面目,本来面目就到主面前来,救命了。 那么,那不改行吗? 改不了就不改了吗? 又说短乎不可。 第二点,你得救的时候,你是个罪人的身份,你改不了,不用改了。 那么你醒了,主了,改不了,不改了,说短乎不可。 那么有改不了,不改又短乎不可,那怎么办呢? 下面第三件事情,怎么解决问题,不是改的问题。 不是新的问题,是宇宙统领世子家的问题,是死的问题。 没有这一个死,你不可能合住成为一神。 没有这一个死,你不可能真正地合住神灵联合。 你合住联合,只能从死后联合。 有的人说,宇宙同死同活,怎么叫宇宙同死同活? 我从你给啊。 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今天死是你的事, 复活不是你的事。 主要说,死是他甘心,顺服天会之意, 实在是这样,讲到复活是神借了他的胆能,叫他从死里复活。 没有一次说他自己选择了从死里复活,没有。 他选择了死,但是复活是神的大能,叫他复活。 今天基督徒,你走不走十字架道路,想不想这也是你的问题。 那么你变成什么样的人,那完全就是神的工作。 那么你活出基督,那完全不是你的事。 那么今天我们走不走十字架道路是你的事。 那么今天你遇到什么事,你想着该还是,你是想着解悟问题还是来除掉自己。 那么今天你遇到什么,看到自己问题,是自己做错了事,是自己老而不死。 这完全是两回事。老而不死是恨过自己,你觉得做错了事了,认为自己在好好的改革,改头坏面,下下决心就没把自己来看成个罪亏。 抑制作错了。我说我已坐错了,我这也做错了,下一回就该好了。 是正确死,下次做就好好的事了,是这样。 那么想对那死,你就是完强白灰。 那么今天你成为主的身体,那就是,它是这个问题。 好了,天父保守的是何一的本神,保罗全门徒不是何一的本神,保罗全门徒保守的是何而为一的心。 怎么保守何而为一的心啊?既然蒙老人一点了,过去你是一个罪人,蒙老人一点了,行使为人就当于蒙老人, 你一点相扯,怎么相扯?凡是谦虚,不谦虚就破坏何一的心。凡是谦虚,不温柔就破坏何一,不忍耐就破坏何一。 用爱心,互相宽容,不宽容,要破坏何一的心。用爱心,互相联络,不联络,要破坏何一。 要接力保守神能说是何而为一的心。何而为一的心啊,不是有打无打的就能保守的。 要不是随随便便,不加心加力就能够,有这种想法就能保守了,而是要接力保守。 因为这是一种说明的征战。主要求天父保守,全民团内保守何一的心,要接力保守。 那接力保守就要,你要注意的不谦虚,你要注意的不忍耐, 你只要这种不宽容,不联络等等等等。 这都是你不要以为随随便便的,就能够维护教会的见证。 你不要以为这。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教会同性和一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啊。 你看到,你看到这些好多教会的问题很短。 要不讲十字架的,不讲十字架,这个教会它能可以吗? 不想自己死,不对付自己,老是肯定自己不知道这个罪魁,这教会它能呢? 哎呀,下一个是,哎呀,这讲人权啊。 我跟你说,在社会上讲人权,它是社会,那是对人的尊重。 教会里面不能讲人权,教会都讲神权。 讲和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长样个性,不维护人权。 那么你建立基督神头长样个性,每一个人都是,都是赢的。 我又是咋的,你两个人能到一块儿了,是三个人能到一块儿, 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教会能成为一个身体吗? 那么现在,现在你要除去肉体的情与神的性有份。 你现在是基督的身体,你今天讲个性。 在别的,想自己死就是在基督的宇宙成为一个神。 这些人,不要除掉个性,才能够,我们是反应共性。 共性就是一主的行为性。 这就是共性。 你今天,哪一个人说,哎呀,我,一我我的这个, 这个,这就是,我跟你说,今天一个人呀,你听他,只要教会我我的,这个人呀,基督在他里头成分就不大多。 这个人呀,一个充满基督的人呀,这个人呀,他才不我我的。 圣经上有两章圣经,一个是表明了基督徒完全的失败,一个是表明了基督徒完全的得神。 这两章经文,它是经验的,好像有些地方都没知道,一个是罗马书第七章,是讲到了失败。 那么第八章是讲到了得神。 那么你看一下,第七章这个罗字最短。 比圣经上任何一处,这个罗字都短。 那么,第八章呢,罗字不短。 罗字最少呢,什么短?圣灵短。 提前圣灵。 你看一看,从子妙上又看到了,第七章经网网网网的,都是网。 这个从子妙上来看,从第八章都是圣灵。 看来基督徒也是。 基督徒,你还得一说,我怎么着,你我怎么着,怎么给他交通。 你今天我怎么着,你怎么着合一啊? 今天一个基督徒合神合一,至少是一个宇宙通定十字架的人,是一个死的人。 是一个是为主活着的人,是为别人而活着的人。 是因为什么时候是替调主的心,反正要替调别人。 只要不但顺服神,也是一个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群人啊。 一群这样的人。 那么再讲,为什么要保守? 我问你,合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合一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保罗上在创立谁以前,神在基督里见下了门。 使他们在他里面成为圣家。 在他里面就是基督的身体。 在神创立谁以前,就在基督里见下了门。 既然在基督里,那又是我们实在的肢体了。 要不然怎么在基督里啊? 不在身体里,没有身体怎么在基督里啊? 我们在基督里,又是在身体里啊? 那么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把我们带到基督的身体了。 基督你看不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的。 那么今天你卫生基督,那又是卫生教会啊? 那么卫生教会呢? 所以讲到教会这个问题又来了,又很复杂。 那么人心目当中的什么是教会啊?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讲个教会来。 那么今天,创立谁以前,神建设了你我, 联为他的身体。 神是基督呢? 是来做这个身体的元素。 啊,就像,就像这样。 那么,就像,你看,那时候,在床里, 神以前在基督里, 奸小民使民在他里面成为圣经,没有瑕疵。 那时候犯罪了吗? 还没创造天的万物那人在哪里了? 但是还没有创造,人还没有犯罪。 在那时候,神已经在基督里建设了我们。 离基督为教会的元素, 把我们带到基督里, 连为他的身体。 这又是教会。 那么,这里面有极大的奥密。 主要,保罗就把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比喻成夫妻关系。 我们看到, 那么,神造亚当是用尘土造的。 造下完的不是用尘土造的, 而是用亚当做原料造的。 在什么时候造的呢? 不是在亚当犯罪之后, 是在他人类犯罪之前。 怎么造的呢? 他人生时哪人沉睡,哪人又睡了。 于是从他类旁取出类骨造成一个女人。 那么,把他带到哪里面前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开成的女人。 这是下巴的被造。 那么,教会是什么时候被神监选的呢? 也是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 在什么时候啊? 在万事之前。 在没有创造万物之前。 神已经监选了他的教会了。 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联为他的身体。 和他也没有关系。 那么,教会怎么做成呢? 和亚当一样。 亚当神使他沉睡,哪里又睡了。 从他类婆取出类过来。 那么,教会是怎么来的呢? 也是神使耶稣为我们在世子上显示。 基督是顺服天父之一。 也是神使他沉睡。 神使耶稣在世子家上为我们死在世子家上。 当他死在世子家上的时候, 从他类旁流出来的宝血, 下巴是从亚当的类旁去取出来的骨头造的。 类骨造的。 教会是耶稣定在世子家上, 类旁流出来的血买来的。 那么,这又说这是个极大的网密。 那么,圣经上说,就像做妻子的是丈夫的身子, 丈夫是妻子的头。 就像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样。 而是一体的。 那么,今天我们在救世一体的怎么连于基督, 只能在十字家, 这种死而复活的生命当中与主联合。 所以,今天我们讲主的道路, 上一次讲了三块, 讲到基督徒要改也改不了, 怎么得救啊? 就这样来,主能救你。 带着本来面目,来就行。 那么,第二天, 那么,信了主了,就继续犯罪了, 保罗长短后不可。 短后不可,改不了那怎么办? 改不了,你今天联为主的身体啊, 就是宇宙统领十字架, 之后你现在活着不在手啊。 用死的方法活出基督。 讲些别的东西, 讲些别的东西, 小黑能合一吗? 你讲十字架,讲想自己死。 讲你今天,今天教会建立主的身体, 建立主的身体,那就是讲, 怎么这么多人都是有个性的, 这么多人都不一样, 怎么成为一个身体? 怎么成为一个身体, 那就只能是十字架的道路, 只能是这样。 我们建立主的身体, 怎么要建立主的身体啊? 这不是个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小黑团体, 这是一个树林的团体。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 这人是基督买来的, 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 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这一个基督的生命, 我们这些都是想自己死, 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这个救生命, 不成为这个合一的滥足了。 这个让人, 今天, 这一位基督, 这一个, 这一位基督, 住在这一个, 那我们教会怎么合一的? 就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啊。 你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啊? 我里面有没有啊? 啊, 那么这你也有, 我也有, 我们这一千个人都有, 一万个人都有。 那么, 几个基督啊? 当时几个基督啊? 一个基督, 基督住在这千千万人里面, 不是这一位基督, 要被这些不同的人啊, 分成千千万万, 而是要使这千千万的人, 人, 成为一个神器。 这一个神器, 老我一毛头, 这就是, 这就是不合一。 老自己挖挖地一出来,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所以讲的, 就这个神器, 我们用什么来, 用什么来得胜, 什么来保守, 那就是走主的道路啊。 就是这样。 那么, 下面我们讲,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那么相爱和有关系。 相爱不是相爱, 但是相爱和有关系。 那么, 主里面的相爱, 和社会上的爱不一样。 社会的爱, 人的爱。 人本身, 它是有感情啊, 有爱。 但是, 基督徒的相爱, 就是用神的爱, 彼此相爱。 耶稣,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怎样相爱。 你们乱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又看出你们说的问题了。 基督徒的爱人, 要用主的爱来爱人。 主的爱爱人,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爱, 是按照神的性情来爱。 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 都是有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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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的爱没有。 人的爱都是按照感情来爱, 但是你用神的爱来爱, 是你的真意来爱。 你出的还讲感情吗? 那不讲感情, 你为什么爱出的呀? 要按照真意的爱, 是用主的爱去爱, 不是你里头有的, 是用主的爱彼此相爱。 今天你得救了, 有主的生命, 你今天让主在你身上活出来, 用主的爱彼此相爱。 你在教我救生的东西。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 耶稣说, 你们信上帝, 都信我, 光信天父不行。 天父看不见, 犹太人都信天父, 都信上帝, 但是不信耶稣, 耶稣说他不行。 那么今天耶稣造成肉身了, 他们都藐视他。 那么耶稣升天了, 你看不见耶稣了, 耶稣升天了, 但是他的教会还在地上。 他的教会, 这问题是两种概念的, 一种是有形的, 是无形的。 那么无形的就是, 刚才我们一讲的教会是主的生气。 这是, 那么这个有形的教会呢, 民意上的教会, 有些教会是有问题的。 那么今天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 它只要同意起来的, 主要是无形的教会。 无形的教会,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是一个。 但是你这个有形的教会啊, 那有形的教会里面有些得救的人, 有些没有得救, 有些不是算来聚会, 就等于是这个身上的智体。 那真正它是重生得救, 是这样的人。 那教会有三个特点啊, 教会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 这是身从万灵当中选择, 拣选出一批人。 第二个概念是基督的身体。 第三是一个行灵, 神灵里的交通。 就是这三块。 第一是, 这是一群人, 是身从使命当中选择出来。 第二个, 这是救的身体, 是中宝宝买来的。 这些人, 身体只有一个, 神灵只有一个, 有了身体有灵魂。 这又是个花生神的教会。 一个行灵, 一个身体, 一群不说奸选的人。 就这三个概念, 做的是这个。 所以这论教会, 它是, 那么, 教会论给大家讲过了。 再一个, 那么, 今天, 不能实际上等于彼此同意相爱, 就是, 神让你这些人相爱, 就实际上不是, 我告诉你, 耶稣我怎样爱, 你们也不也怎样想爱。 那么, 我们今天看为什么, 啊, 这个不想爱, 就影响何疑啊, 是不是啊? 它影响何疑的见证。 保罗说, 尽力保守何疑的信啊, 是什么的? 不是保守何疑, 是保守何疑的信。 我跟你说, 这个何疑是基督的身体。 你, 你啊, 你这个, 有没有何疑的信, 你凡是个得救的人, 你总是一个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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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 那是神的,基督的身体,那是神的作为。 所以啊,你既然是这个身体里的人,那肯定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什么东西破坏小恩呢? 那今天,哎呀,为什么人都喜欢,我看你有毛病,有缺点,你拿一会儿。 你这样,实际上神也是那矛盾都是这样来的,他用这信仰说了吗? 主要我们弟兄怎么彼此想呢? 这个问题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俩人,我们俩基督托不是完全的。 哎,弟兄咱要问你一下,你是完全人吗? 有没有毛病啊?有没有缺点啊? 那么你既然来到教会了,是不是一下子就成了完全人了? 也不是,还是有个人的脾气,有个人的缺点,有个人的毛病。 主说你们要彼此相对,像我给你们一样。 耶稣给我们,我们的屋里多么有缺,神经也没变。 主说你们要彼此相对,像我给你们一样。 这样呢,这样呢,一些彼此有毛病的缺点,就算你们要彼此相对。 这样呢,不在一起啊,还都挺好。 一到一起啊,你脾气不一样,毛病不一样,脾气不一样,就有互相伤害,互相得罪。 这一说话说不着啊,更容易坏。 你做一个事,外不说,更容易坏。 咱这个教会有四分五脸。 你想着找个完全人是和他彼此相爱的,我看, 你和谁也相爱不了,为什么连一个完全人也没有。 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也彼此相爱,就是我们都是要罪人啊。 谁爱我们,我们是要罪人啊。 主说就是,爱一些有缺点有毛病的人。 他不管有什么,全有什么,凡是宽容凡是人的,这才用这些话。 好了,再一个是同行。 同行和相爱。 你今天第一个行定才行的。 那今天大家怎么同行啊? 都按照我的想法。 那样,我跟你说,我们当于基督耶稣的行为信。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信啊。 一个人一个信,十个人十个信,一千个人一个信,一万人一万个信。 那怎么称一个信啊? 一个人他只能一个信,他不能两个信。 那么以基督耶稣的行为信,我们以这不同的人都应该放下自己的, 应该提供主的信,以主的信为信。 你也以主的信信,我也以主的信为信,这样咱俩是一个信。 我们全教会,这几千人都是以主的信为信。 但这几千人就和一个人一样。 一个信人,一个教授。 保罗社里面都说一样的话,我全民都说一样的话, 都是以主的信为信。 这里头都传不上自己。 最后,我讲到合义之后, 保罗社里面还讲到一些, 有些人啊,你一定要,不是你和他讲合义的人, 你要坚决地离开他,要和他短交交往。 什么人啊? 教会是一个事情提示讲合义的。 保罗在罗马书的最后,他说,弟兄们,那是理解你们。 教会讲合义,有些人啊,他不是讲合义,他给人类枪。 他千万别记得给你种成见, 给你说些话,都让你,他不是让大家想给, 也不是让大家同行,他一样话,让你互相采意, 互相给你种些这个。 神的目的是让你都放下那些东西,都冲一个神去, 都要是互相网论。 他跟有些人,他跟一句话,他怎么怎么破坏那种合义啊。 那些,那些理解你们,叫你们跌倒背后所学知道的, 你们要留意作弊他们。 因为这等人啊,不负什么的主要素基督, 只负使自己的都负。 用谎言巧语,诱和那些老实人的心。 老实人是什么意思呢? 愿文的意思是单纯人。 基督徒啊,很单纯,尤其是高兴一点。 哎呦,传道人还有撒谎的吗? 哎呦,人家老信徒还有错吗? 人家别再明白,就是单纯人。 用谎言巧语,谎言是什么呢? 谎言是要不识之词。 谎言是要不识的的话。 一些不识极的话,叫谎言。 谎语啊,就是动听的话。 他怎么动听? 不识极的话,他说得很动听。 也优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那些听话证明,老实人说, 哎呦,人家老信徒,人家神也算还有撒谎的吗? 神也算还有脑心吗? 那些,但是为了特点, 说教会是身是三为一切的, 教会是一切的。 是主的命令是别再相爱, 破坏相爱,破坏何疑。 那个众成见, 神是撒,十字架是撒枪, 他给人写的累枪。 哎,他就是,他讲着讲着, 你和我有了,干枪了,我和你,我干枪了。 什么人要不说,如果有这样的作为,你要小心他。 要化验巧遇,为什么要保守何疑啊? 保守何疑,谁怕何疑,肯定出敌啊。 出敌,魔鬼看见了吗? 看不见,抬起各种各。 那么神作公态是接着人员, 魔鬼作为也是接着人,你要注意。 那么经常很好人。 那些理解里面,叫你接到背后说些的,你要留意断避他们。 留意就是流行, 不使用马马虎虎, 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说的话,要提高警惕。 提高警惕,保罗说要精神,就是这样。 要提高警惕,要注意。 是不是这样的? 留意断避他们。 因为这的人不服侍主要做基督, 只服侍贼度夫。 度夫它有两个意思。 度夫也是侍奉这个, 为了有些人传福音啊,什么的。 他说,为了谈点餐菜,为了肉贴,为了吃饭。 为了吃饭。 为了,我得吃饭, 为了侍奉度夫人。 汉武一层意思是, 这个度夫可以反映成口味。 口味就是,你得符合我的口味。 那口味不是吃饭的问题。 那么,经常怎么有些人要服侍贼的口味。 你讲到,我知道你说的神的话, 但是不符合我的脾气。 我知道你说的对, 但是我讲是无聊, 这有服侍贼的口味。 听明白了吧? 服侍贼的口味, 你要用这个地方怎么样? 你得讲到, 你说的神的话, 但是他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呢? 说到他的毛病了。 不符合他的口味。 只符合, 我们穿神的道是让人一足的行为行。 有些人老是说, 这人家长得到, 我讲受不了。 我讲受不了, 他是讲错了, 是讲得不符合你啊。 不是讲错了, 不是讲的神的话, 而是不符合他的口味。 注意, 有些人, 这又不是服侍主的。 而广位的自己束缚, 这又不是真正的服侍主。 服侍主, 你总是得放下自己。 总是以主的行为行。 你服侍主是让主满意, 服侍自己让自己满意。 你服侍谁都是让谁满意啊? 是不是? 你在教会上, 服侍地方怎么也是让地方怎么满意啊? 你服侍肉体是让肉体满意, 服侍的神不能让肉体满意, 是让神也满意。 这不很清楚吗? 这个人广位的自己满意, 不管谁满意, 这个人是服侍主的嘛, 就要只服侍自己的祖父。 保罗, 保罗说, 那些分明结党的经济一两次, 就要起了他。 因为这些人已经被遇到烦恼罪, 明知道不是, 还要去做。 还有保罗讲的有些人, 弟兄们, 我分主耶稣, 就能明吩咐你们, 反由弟兄不敢规矩而行, 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能远离他。 这是帖子那家后书三章六家。 葛林导前书五章十一家, 但路径我相信跟你说, 路由成为弟兄的, 或是淫乱的, 贪婪的, 白无相的, 如骂的, 罪咎的, 垃圾的, 只要人不和他相交, 就是通道吃饭是不可的。 这就是圣经给教会的权利, 耶稣给教会的权利, 你们在地上困盲的, 在天上要困盲, 在地上说释放的, 在天上要释放。 那么怎么要释放? 那么今天大约是一体的, 就要释放。 那么有些, 叫人跌倒的, 那么只要人不和他相交, 这就这种, 这就是审判的态度。 这样的人, 有些地方怎么也很糊涂, 教会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要传承的道, 第二个是吃圣餐, 就是当然是主的圣体, 那是圣年的话, 领受圣地。 第三个是, 使用教会的积累, 这是圣给教会的权利, 因为你是代表基督的, 但是基督的身体在地上, 那么在地上, 就是那些不会改的, 保罗你看穿分野的时候, 他不加速, 他不加速, 这罪贵了, 你们身上有网管。 实际上, 保罗, 实际上对一些加速, 他说, 那人啊, 他不要灭亡, 你警戒他, 他如果接受了, 你如果不警戒他, 不给他讲清楚, 他灭亡了, 那么你就有责任, 这罪贵了你身上。 那么你讲清楚, 他老不听, 他不要灭亡, 但是你却救了自己, 意思就是这样, 保罗, 说我们一个地方怎么样, 他就好像和沈阳的话不一样, 哎呀, 还得长耐心啊, 保罗出来传福音, 主要主要说, 你到哪地方传福音, 他不听你的, 走的时候, 把脚上的程度也端起, 讲了, 说到马上, 受得比那程还容易受的。 保罗, 保罗查福音的时候, 他们一拒绝了, 这对鬼老你们身上, 有关没有关系。 那么有些地方, 怎么就好像耐心比圣经更大了, 那么今天神是轻满不得的, 你今天神是有刺爱, 但是神是, 像你们是有刺爱的, 像他调造人士严厉的, 那么今天上帝他也是可谓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 有些地方怎么样, 要保住他, 神的话你要保住他, 但他不明白的是回事, 不明白的是怎样, 明白了之后, 那么上帝是轻满不得的, 你不要, 好了, 今天我给帝王子妹讲的, 就是今天讲的基督的合义, 合义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教会是不同的合义, 不同的脾气, 不同的习惯, 不同的什么在基督成一体, 那就不能讲个性, 那只能讲自己死, 那么今天基督是教会头, 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信徒是这个身上的肢体, 我现在要问一下, 我现在要给大家提醒一句, 有些地方怎么样, 感觉着我和上帝关系好有心, 和教会关系好不好, 没关系, 和人好不好, 他又不是神, 这句话是错的, 完全就是圣默鬼的欺骗的, 我跟你说, 我任何一个肢体, 和头的关系重要, 是和神的关系重要, 大家想一想, 我这个指头和, 我这个肢体, 任何一个肢体, 和头的关系重要, 是和神的关系重要, 差不多的重要, 任何一个肢体, 他不能约着身体, 只要得长到头上, 你都是, 你都是身体脱着, 都是, 这是上帝的配搭, 都是肢体脱着肢, 你脱着我脱着, 你就这样, 就像葡萄水一样, 老齿子脱着, 新齿子就这样, 你看这个, 手指头是手来脱着的, 手是胳膊脱着, 胳膊是肩膀脱着, 肩膀还下头, 最后才连到头上, 你不能要求, 手指头, 卷指头, 每一个气管都长到头上, 我才不用别人, 我这样和头的关系好友情, 我告诉你, 神说, 圣语说, 看,弟兄你不爱, 看不爱的神, 没那回事, 那么, 这个弟兄实际上, 对于信徒来说,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弟兄是个团体啊, 就是, 就是和, 和肢体联络, 就是和身体联络, 你说, 和肢体不联络, 和身体联络, 这不可能, 和身体不联络, 和头搞好关系, 哪种可能性, 那是怪财, 那是我们的道理, 今天, 你说这些人有毛病, 要说爱的, 要说领导, 身体都是有毛病的, 今天, 你要说没毛病, 联络才有毛病的, 你本性是个蒙民的罪人, 先别人有毛病, 你够骄傲的, 够自以为意的, 今天我们要, 凡是谦虚, 温柔人的, 有耐心, 或要快乐, 和和平比赛联络, 接力保守什么样, 省令刷刺, 什么样, 二维一的行, 二维一就是省令刺的, 毛病要破坏, 罪要破坏, 人的肉体要破坏, 但是今天要考虑保守, 市自家里道, 好, 远神祝福他的话语。